肖燕燕不知道怎么改革,她好想像树绿太后一样聪明,毕竟是树绿太后保全了许多男臣,韩德让听完这番后不禁对她有了新的认识,另一边耶律贤看着肖燕燕掉落的双鱼玉佩,猜到她是肖斯温的女儿,回京路上耶律景一行遭刺客埋伏,耶律贤为耶律景挡了一刀,好在无性命之忧, 其实耶律贤也是迫不得以为之,她想借此消除主上对她的疑心,她也猜到是李狐派来的刺客,而此时刺杀失败的李狐大发雷霆,她立即让习尹向乌治大王求助 耶律贤问起双鱼玉佩,婆儿急忙将破碎的玉佩拿出,原来多亏这枚玉佩阻挡,耶律贤才没受重伤,韩德让告诉耶律贤,李狐让习尹勾引肖斯温的女儿,倘若肖斯温被主上猜忌 对他们十分不利,所以太平王府得有人游说一番,耶律贤发现韩德让对肖家的女儿很了解,便问起她有没有官居之私 另一边乌治大王不肯出面,习尹便让乌谷里求肖斯温帮忙,但肖斯温不见任何人,也不准提习尹府里的事 很快太平王以涉嫌行刺为由,将李狐和习尹软禁府中 男主御驾轻征已连科述中,不日江底幽州城下,肖斯温立刻上报此事,主上却喝得烂醉如泥 太平王让肖斯温拥主上登车清征,他留下调查刺杀一事,免得习尹他们趁机发难 另一边乌谷里悄悄偷走通关令服,却被肖燕燕撞见,肖燕燕提醒他,习尹是刺杀主上的主谋 乌谷里却觉得习尹是被冤枉的,随后乌谷里前进李狐府中将通关令服交给习尹 这一幕却被太平王撞见,太平王认为肖斯温勾结李狐谋杀主上,而令牌就是证据,并将乌谷里压入大牢 谋杀主上,这个令牌就是证据,别走